現在中國我是敵強我弱 他們的對手都已經看到日本美國去了 但我們臺灣應該要自我防衛 不能夠有一絲鬆懈的決心 是不能改變的 畢竟對面還是我們最大的假想敵 但偏偏看到新聞 他們在軍武上面所得到的支援 又多了一筆 而且是俄羅斯給他們的S-400的 這一種防空系統嗎 這個俄羅斯賣S-400防空系統 給中國大陸 我個人覺得其實的確 又讓中國大陸現在的防空能力 大幅精進 為什麼S-400防空系統 它其實是包含雷達加上彈 一共組合而成 也就是說它的防空飛彈等等 其實一共有三個等級的 也就是說它有近距離 大概差不多50公里的 那種所謂的短距離的防空飛彈 另外也有像現在S-300的 大概距離200公里的防空飛彈 當然也有他們最新研發的 專為S-400研發的 射程400公里的防空飛彈 一共你看包括50、200、400 三個等級全部由一整套 由一套的這個防空系統 就是雷達還有指揮系統 要近也可以 要遠也可以就是了 對等於把你這個從近到遠 通通吃光光 而且甚至還包含 反戰區彈道飛彈攔截 通通抓進去 號稱現在這個是俄羅斯 所生產的地表最強地對空防空飛彈系統 那這樣以後就是讓他們等於在防衛上 又多了一道力氣 的確啊 你看以這個400公里來看 你看他如果今天擺在像這個廈門 這個400公里這個距離一拉出來 哇嘴 跪跪跪跪跪跪跪 我們東部一直到那個 我們東部的菲律賓海 這個地方全部都在 它的400公里的射程範圍之內 當然啦 我們的飛機如果飛在這邊 然後飛在那個中央山脈的棱線以下 他對不起 他還是看不到 那另外 但是你看像這個地方 如果他今天這個導彈的這個單位 飛彈單位 拉到這裡 那對不起 這個距離啊 就把這邊的包括像釣魚台 也都吃進去 所以雖然是不是其實放在上面 對著日本來說會比較實際一點 當然其實以中國大陸來講 他現在採購這個S400防空飛彈 那大家就說 你中國大陸不是自己有 已經買了S300那個PMU2 然後還把它仿製而成這個紅旗9 射程也有200公里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我現在能夠有S400防空飛彈 有更好的 為什麼不要 有更好的 當然就買 而且其實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買這個武器 有一點就是俄羅斯 他所生產的這個武器系統裡面 其實中國大陸 他把S300買來改成紅旗9 中國大陸改了很多東西 包括整個雷達 然後射控系統等等 通通改 因為其實在這種所 我們叫做雷達跟電子技術來講 中國大陸其實是跑在俄羅斯前面的 而且大概領先大概15年左右 這麼多年啊 對 為什麼 就是1979年到1989年之間 那個時候 那個當時西方世界 不是聯中制蘇嗎 所以那個時候給了中國大陸 很多這個軍事技術 讓中國大陸在那一段期間 其實大幅填補了 他在過去的這個科技空缺 然後因此他在這個方面 有超越這個蘇聯 所以你看 所以現在俄羅斯所生產這個飛彈 如果中國大陸給他買了 S400進來 取優點 基本上未來如果中國大陸 又自己生產了自己的山寨版 那對不起啊 那俄羅斯又要氣呼呼了 不過俄羅斯他們這次 這筆單 為什麼跟中國大陸 談了三年之久 因為最主要就是要如何能夠有效防治 中國大陸把S400買去以後 把它防治 哦